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竟都顺利 有福的人 诗篇第一篇说 有福的人就像是一棵树 一棵长青的树 叶子不会掉落的树 因为它的叶子不会枯干 我很喜欢看树 我住的地方 窗外就是自然公园 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树林 我很喜欢去树林里面散步 灵修 那白天呢 我如果打开窗帘 就可以看见窗外的树 我还可以走到户外 跟树更加的亲近 我很喜欢看那一片深深浅浅的绿 晚上我也可以听见树 我可以听见风吹过树林 树叶那沙沙的声音 还有树上各种 虫在叽叽叫的声音 诗篇第一篇说 有福的人就像是一棵树 那这对我们生活在热带的人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有四季更迭的地方 有春夏秋冬的地方 你会发现树木不一定是长青的 有些树它会在秋冬的时候落叶的 因为随着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 树木叶子也会掉下来 同时呢 到了春天又会冒出新的绿芽 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有着春夏秋冬的 我们的生命不一定总是在繁花似锦 百花齐放的春天 或者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夏天 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会碰到秋天或者冬天 那么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棵长青树吗 换句话我们要问 如果我们的生命遇到了 素煞的秋天冬天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有福的人吗 可以 诗篇第一篇教导我们 就是要靠着耶和华的律法 诗篇第一篇 我们刚才说的已经读过第二节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其实如果我们看原文 原文特别重视律法这个字 原文如果要按照原文的翻译 可以是这样翻译的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他的律法 这人便为有福 原来要做一个有福的人 要做一棵长青树 是不管外在的季节 春夏秋冬 而是看看你的内在 有没有去思想 昼夜思想 耶和华的律法 什么是律法呢 上次我有说 我们很容易以为律法 就是什么法律条文 什么规条犯法要被处罚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呢 说到律法 却是另外一个概念 律法的原文是 陀拉 陀拉 中文可以翻译成陀拉 那什么是陀拉呢 陀拉不只是 旧约里面记载的十戒 不只是这样 也不只是规条 陀拉其实就是上帝 整全的教导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 来看陀拉的话 其实整本圣经 都是上帝整全的教导 那么有一些人啊 读了福音书过后 发现 耶稣 好像是反对律法 那我们应该要废除律法 其实这个想法真是大错特错 耶稣不是反对律法 耶稣是反对律法主义 就是反对僵硬的教条 其实耶稣有说过 天地都要废去 律法的一笔一画 却不会废去 连耶稣也那么的看重律法 陀拉 我要再说一次 律法呢 就是陀拉 陀拉 中文可以翻译成陀拉 那陀拉其实就是上帝 整全的教导 其实整本圣经 都是上帝整全的教导 原来啊 按照诗篇第一篇说的 上帝的教导 陀拉可以滋养我们 陀拉就是我们生命里面 源源不绝的 全源可以滋养到我们全身 就好像西边的那棵树 那个溪水可以从树根到树干到树枝到树叶 这样子来滋养整棵树 陀拉可以滋养我们整个的生命 那让我们无论面对人生的什么季节 走过人生的什么风景 我们都能够像一棵西边的树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我们现在全世界都要遵守这个新常态 比如说在新加坡 我们有这个new normal 就是出门你一定要戴口罩 还有呢 要保持身体的安全距离等等等等 看起来这个new normal 好像在掌管我们的国家社区 以至于个人的安全 可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事实的真相是上帝才是掌管一切的主宰 上帝不只是掌管这个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上帝不只是掌管星辰日月天地万有 上帝不只是掌管一棵树 西边的树 所有的天地的万有都是上帝所掌管的 包括在疫情的时候 诗篇第一篇再次提醒我们 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是上帝在掌管 就算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个有福的人 做一棵长青树 愿我们就像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教导 思想上帝的律法 昼夜思想 并且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让这个律法滋养我们 帮助我们 愿你们 愿你和我 我们大家都做一个非常有福的人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现在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的窗外 我的门外 有虫的叫声 我要是仔细的听 我可以听到风吹过的声音 这是你的世界 这是天父的世界 是你在掌管 是你在掌管天地宇宙 是你在掌管地球上的 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 还有万物 就算在疫情当中 我们很容易被各种的新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可是诗篇第一篇提醒我们 我们要回到你的面前 思想你的律法 昼夜思想 并且要喜爱你的律法 让你的律法 你的教导 滋养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 是的天父 帮助我们做一个有福的人 我们如此仰望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的 Amen 星期三加油站 我们下个星期三 继续